音乐 音乐 用国际音标学习韩国文字 Lesson 2 上次你们学了八个单元音 这次要学习十三个双元音 有三个组 Y组是以Y发音开始的 Y-O-Y-E-Y-U-Y-U W组是以W发音开始的 W-Y-Y-W-O-V-E-Y-E-Y-U-Y-U-Y-E-Y-Y-E-Y-Y-Y-A 如拼音鸭一样发音 鸭 鸭 共三话 第二 首先写两个红话 然后写个长的数话 歪声音和欧联合成为一个声音 有 有 共三话 下个 首先写呀 然后写一 也 歪声音和欧联合成为一个声音 共四话 第四 也 首先写邀 然后写一 也 也 也 外声音和A联合 如拼音耶一样发音 也 也 刚才的也很相近吧 因为现代韩语里 A和A两个发音没有明确区别 共四话 下个 下个 首先写两个数话 然后写个长的红话 然后写个长的红话 Y Y声音和U联合 成为一个声音 Yu Yu 共三话 那 开始 W 首先写W 发音的U 然后写 Y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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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 Yu 同为一个声音 Y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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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三话 下个 Wa 首先写W 发音的U 然后写A SU Heng SU Heng Wa W W 声音和A联合 如拼音 Wa 一样发音 W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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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四话 Wa 首先写W 发音的U 然后写O W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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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 声音和O 联合 如拼音 Wa 一样发音 共四话 Wa 达 Wa Wa 共五话 下个 首先写W发音的 然后写 W W声音和A联合 成为一个声音 现在韩语里 A和A两个发音 没有区别 所以W和W 也一样的发音 其他 W 这个字的爆哨的发音 是如同语的原音变化一样 W 可是现在 大多数发音 都有声音和A的联合 结果 这三个字的发音 很相近了 最后一个 最难的 首先写Y 然后写Y Y Y Y和Y声音的联合 成为一个声音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这次视频里 你们学了十三个双元音 感谢大家收看 Zither Harp I just fall in you 난 너에게 푹 빠졌어